在美国南加州呈现Origley County的 Laguna Woods 一座台湾人为主的教堂 发生了疆解案 造成一人死亡 五人轻重伤 根据最新的报道 嫌犯是一位68岁的David文伟周 周文伟 根据某些报道指出 周文伟是一位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中国移民 但也有一些报道指出 周文伟早年是住在台湾 后来才移民到美国 所以到底嫌犯是中国移民还是台湾移民这件事 应该在官方出来解释之前都没有办法说清楚 但现在知道的讯息是 周文伟曾经担任过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 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可以找到相关的新闻 根据Orange County呈现的警长巴恩斯 Donald Barnes 在今天美国时间中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 周文伟在这起枪杀案上是单独行动的 而且他并非这间教堂的常客 巴恩斯说 周贤的作案都已经起因于 对于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感到愤怒不满 而这股愤怒让他独自一人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他旅行到南加州作案 这应该是第一起因会两岸政治因素这样的一个政治动机 而产生个人式的大规模仇恨犯罪 当然这件事会不会被扩大渲染进而造成在美国的台湾人跟中国人或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 彼此之间产生更大的冲突 目前还不得而知 不过这件事情可能会衍生出三个后续效应 第一个如果调查的证据显示 任何这种促进统一的政治组织有加深创造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敌对意识与仇恨 因此而直接或间接导致周恩为的暴力行为 这些组织都会被美国联邦调查局 也就是FBI听上甚至被匡列 更可能会直接被调查 所以就其结果来说 这类型的团体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迅速地地下化 甚至是销声匿迹 那我个人是不认为 这件犯行背后会是有相关组织的教唆 因为这等于是把这些促进统一的团体跟恐怖主义 直接挂上钩 让他们瞬间直接进入到黑名单上面里面 第二对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 中国与台湾或是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潜在冲突 并不是国内政治处理的范畴 毕竟虽然中国移民甚多 但除了特定的选区之外 他们的选票并无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台裔或是中国裔后代的政治人物 例如说像上一次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初选的候选人 杨安泽 安德鲁亚在竞选的时候 都会用一个华人的框架作为号召 而必谈中国人与台湾人的国族认同差异 但这个事件可能会让美国政治重新审视这看似一体的华人群体 其内部存在有根深地图的差异 这无疑是给台湾人一个更好发生的机会 并让台湾与中国在文化与国族认同上的差异 附上美国国内政治的台面 第三个则是对于中国人社群来说 他们则需要极力地想方设法 把这个暴力事件跟自己的国族认同划清界限 根据美国Pure Research Center最新的民调 在今年3月的时候做的 目前美国有82%的人对中国抱持反感 可以说是历史新高 这桩大规模枪击事件等同于中国移民或是 在美国的中国人头顶上召唤了一朵乌云 让他们笼罩在黑影之中 当他们除了被美国人抱持反感之外 同时间也跟枪击暴力划上等号的时候 他们在美国的处境就会越来越糟 中国应该会想办法在国内封锁这则新闻 毕竟这件事把中国与台湾的国族问题 拉上了美国国内政治的讨论范畴 不过有趣的是 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往往只透过这些 会避免的微信或微博来获取资讯 所以多少在美国的中国人 知道这些新闻就不得而知了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在美国的中国人 就不会被美国人戴上有色眼镜来观察 以上三点当然只是一个延伸 并不代表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 这端是这起枪击案 在舆论空间是否持续发酵 以及周文伟的行为背后是否有组织的支持 或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行为 但就算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都无法抹灭政治价值观的冲突 在某些情况之下 是会产生并且发展成为一个物理暴力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